能帮助治疗疾病的水,我们称为奇迹之水 实地走访T-Locked这个地区,调查分析当地的水质报告 在离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北方约300公里处 有一人口约85000人的小镇,地名为T-Locked 大约14年前,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 Jaz S. Chen先生,长期以来的腰痛带给他很大的困扰 自从来到这里居住后,腰痛的症状减缓最后完全不见了 同样的情形,居住在农庄的其他居民也都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而这种获得改善的情形发生时,刚好是他们自行挖井取得饮用水之时 对于饮用水能够把病治好,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样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国,甚至全世界 顿时,宁静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 平均一天就有好几千人为了取水来到这个小镇 到目前为止,来访这个小镇的人已经超过800万人 大家都来体验奇迹的水 很多喝过水的人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表现出来的奇迹 这个奇迹就是,喝了这个水之后,腰痛、糖尿病、过敏、皮肤炎、鼻肝等等 各种各样的病症都获得了良好的改善 对于艾滋病、癌症等,较难治愈的疾病也有很好的效果 曾为HIV阳性的患者,前NBA篮球明星魔术强生 为了找寻奇迹之水专门来到这个小镇 只要喝水就能把病治好,这就是小镇上的奇迹之水 这个小镇上的水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1993年,在乌拉圭,蒙特维多的综合医院里 有位医生名叫塞拉贝瑞 他对墨西哥小镇上的水略有所闻 他把小镇上的水给患者喝 并针对每位患者饮用报告做了详细记录 病患的年龄从14到81岁不等 共对3673位体验者所做的调查结果 其中没来得及痊愈就过世的,共有29人 对于艾滋,过敏,皮肤病,呼吸道 对于消化,神经关节炎,糖尿病等患者 有80%的患者,病情都已好转 好转的患者使用的感触是 感觉身体状况每天都在恢复中 医生的诊断报告也显示,症状恢复相当良好 而这些患者平均每人每天都喝两到三公升 墨西哥小镇的水 这些水对病情的帮助的确很惊人 怎么说呢,我想只能用奇迹来形容 这个小镇的水有这么惊人的治愈效果 它为什么能改善,帮助治好各种疾病呢? Telacted水,为什么会有治愈疾病的能力呢? 我们对能治病的奇迹之水做了深入探讨 能减轻病痛的水,被检验出和一般水的不同之处 Telacted水被送至九州大学做详细检测 分析的结果是,其中含有大量的氢 氢的含量比一般水质高出很多 谜团终于被解开了 根据分析结果,活性氢的功能被肯定了 活性氢,一般状况下 氢是由两个氢原子结合状态存在 被分解后会成为两个单独的氢原子 这单独的氢原子就称之为活性氢 白天教授分析的结果 普通的水中活性氢含量约在每公升0.1ppm以下 Telacted的水中含氢量是普通水的10倍 约为每公升1ppm 那么到底氢对人体的影响有多少呢? 我们充分了解到 活性氢对各种疾病有很好的治疗及预防效果 那为什么活性氢会有治疗及预防的功能呢? 经过研究结论 是因为活性氢会对产生病因的活性氢自由基 相互作用结合生成水 从而消除活性氧自由基对人体的毒性 那么活性氢对哪些疾病有最显著效果呢? 下面的介绍会让我们对活性氢的能力更为惊讶 1.过敏 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 会对外来的病毒释放出活性氧 攻击病毒以保护我们的身体 如花粉症病毒感染 可是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 释放过多的活性氧 也会伤害到正常的细胞 就引起过敏症状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 若是活性氧加活性氢生成水后 就可抑制过敏症状 活性氢的功能之二 对糖尿病的改善 健康的胰脏会产生胰岛素荷尔蒙 其细胞吸附血液中的糖分 引起糖尿病发生的原因 一是胰岛素失去了正常机能 二是吸收糖分的受体发生异常 因此 分泌胰岛素的胰脏细胞很容易受到活性氧的伤害 当活性氢中和活性氧后 使胰岛素的受体能发挥正常机能 糖尿病的症状就会获得明显改善 活性氢的效能三 高血压的改善 活性氧和体内的不饱和脂肪酸结合 就会造成高浓度的过酸化脂质 沉添在碎管壁上使动脉硬化 造成血液循环不佳或高血压 当活性氢与活性氧结合变成无害的水 就能防止不饱和脂肪酸 生成过酸化脂质 活性氢的功效四 病毒感染 当人体被病毒侵入时 免疫细胞就会自动释放活性氧来击退病毒 当大量的病毒入侵时 免疫系统会不断地释放活性氧 造成细胞自己灭亡 反而让病毒更有机可趁 大举入侵 引起感染 只要体内有了活性氢 就能排除多余的活性氧 免疫细胞就不会自己灭亡 也就可以正常工作 击退病毒 感染就会痊愈 活性氢的效能五 对癌症的改善功效 由于正常的细胞不断地分裂 造成细胞链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最后消失不见 形成组织瘤及肿瘤 而且癌细胞会不断增生 无限繁殖 白希教授研究 活性氢能医治肿瘤 进而使癌细胞消灭 墨西哥小镇的水 应含有大量的活性氢 所以能治愈各种疾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